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你说电话也不接 这俩孩子上哪儿去了 爸 他们俩昨天晚上就没回来 吃饭吧 像提示说一心 这边的孩子 在衣服里面 在衣服里面 提示有什么 别睡了 都几点了你还睡 几点了 十点了 怎么了 我妈今天下葬了 你也不知道提醒我 不是 昨天弄这么一出 马上又给我一顿骂 我这一着急我也给忘了 要不你现在 赶紧给你爸打个电话 让他拿钱过来 赶紧把这事撕了了 把他放出去 咱先去还没赶得及葬礼 别惦记给我爸打电话 一分钱不赔 咱们又没错 我还就不信了 他们仨甩流氓 他们仨也有理了 不是 你整理 行了 你也别着急了 现在救得难出去 肯定也来不及 人家肯定都完事了 梅娅肯定会去 我妈会原谅我的 少南 咱就算不去参加葬礼 咱里想办法从这儿出去 这个地方只能待二十四个小时 那待久了就直接送看守所了 昨天那陆孝拍得特别清楚 那 咱俩把人打得鼻青年重了 还有一个青城汉三级 咱就要不把事撕了好了 咱俩都得进一绝 咱俩都得进一绝 进去就进去吧 进去就进去吧 反正我也是陪你进去 我无所谓 我无所谓 挺好的 陪你做伴 我做伴 我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若南没有来吗 昨天晚上我就给若南打电话 他没有接 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 你来了就好 我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坐下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下山 让他们父母俩好好说说话 我们走吧 我们先下山 妹啊 当初 如果我没走错人一步 你母亲就不会离开我 你和若男 也会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长大 有父母的呵护和爱 虽然 家庭可能不会太富裕 但至少一家人 很幸福 可惜啊 回不去 我只能求你母亲 求你母亲在陛下 原谅 愿疑我 come on 就是我 面前阴阳之阁的两个人 曾经在某种意义上 都抛弃过我的那两个人 即便之前的那二十多年 我不认识他们 可是如今 当他在我面前流泪时 我会为他的眼泪而痛哭 我会轻易地 就原谅了他曾经所犯下的错误 这种轻易 让我感到害怕 这一切 无论究竟是神的错 我都不想再去追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啦 黎副总裁 进我的办公室就不要假模假设地敲了好吧 你快看看我像不像那么回事 像美 你夸我之前最起码看我一眼吧 真的是美爆了 怎么样 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 游刃有鱼杯 这么自信 好啊 那我就看看黎副总裁能带给我什么样的惊喜 那你就等着瞧好吧 哥 你怎么了 心不在焉的 今天是梅娅母亲下葬的日子 对啊 咱不是说好爱陪她一起去的吗 她怎么没跟我说呀 她跟你说了吗 早上我就给她打过电话了 可是她拒绝了我 她想自己一个人去 哥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 什么事 杜若南喜欢你 我知道 而且我还去找过她 我当面跟她说清楚了 我告诉她 我爱的人 是林美娅 以前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你就是这么直接了当地告诉杜若南的 直接点不好吗 太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 放心了以后 就别跟着瞎操心这些事了 收收心好好工作 过两天我陪美娅去国外的时候 公司的事情 都要全权交给你来处理 明白吗 你还是打算和美娅一起去国外的 对不对 对 看好你 我走了 加油哥 加油哥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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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故意疏怨我 你拒绝我陪你去国外 你母亲的葬礼 你拒绝我和薇薇的陪伴 你美娶名曰 让我帮你照顾杜若南 你所做的这一切 我知道是为什么 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杜若南是成年人 他有家人有朋友 他不需要我的照顾 我想照顾的人 是你 我 我现在就告诉你 国外 我陪你去定了 你 感情这件事情 有让来让去的吗 你知不知道你的善良 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种残忍 甚至 是一种侮辱 我爱的人 叫林美娅 即便有人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但只要这个人不是林美娅 那就不行 还是你觉得我对你的感情 太廉价 你可以随便地转让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黎叔 对不起 不光是因为若南 我确实也没有调整好 我自己的内心 你对我的好 我真的很感激 但是我也有压力 你在我的心里 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 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我愿意 我愿意一直守护你 就算你不爱我 就算到最后你都没有接受我 我也愿意 我也觉得值得 除非有一天 除非有一天 有那么一个人 比我更能让你幸福 除非你选择了他 否则我不会走 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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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还没睡呢 睡不着 我看你这屋灯亮着 过来看看你 是不是在担心若兰啊 我已经派江亦龙他们出去找了 爸爸担心的是你 爸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全都是好事 又接手了您的职位 又要订婚了 全都是好事啊 欧阳 如果你要是真的不愿意 你明天一早 爸爸就去许家 提出退婚请求 爸 现在的我不只是我自己 我身上还扛着整个欧氏集团 我也该长大了 不能永远地活在您的庇护下 现在正是我该为欧氏做些什么的时候 不能有着心思忽来的 不能有着心思忽来的 您放心 既然我选择娶徐思雨 我就会对得起她 我会好好努力去爱她 也会好好努力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幸福的 我会好好努力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幸福的 也会好好努力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幸福的 知道了 那 我知道了 爸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让她在酒吧打架 现在在派出所 我得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去 不 今天好好休息 我去聚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柏南 大姐 有诅咒 是我随欠还都行吗 怎么不应该去找林月阳 我让你这脸掉地上了 但是你想想 咱俩要是就这么兴趣了 那个脸 可不只是掉地上这么简单 那得呼强强了 那扣都扣不下来我跟你说 咱俩还是赶紧找林家私了好了 咱俩先从那儿出去 对吧 从那儿出去之后 我帮你 我帮你把你找回来 我给你扣一下 行不行 总我求求你了 祖宗 柏南祖宗 柏南 柏子杰 你们俩可以回去了 不是我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没打电话 真不如我 行了 赶紧走吧 走走走走走 欧叔 咱们到底赔了多少钱啊 你能把嘴闭什么 我这不是替叔叔心疼钱吗 爸还没回来 在派出所等当事人等了一晚上 你爸说 他会把柏柏南直接到到会场 先吃饭 给 对不起吗 对不起吗 以前是我也惯了 做事情总按照自己的心思来 让你担心了 你妈的葬礼你也没来 我一直派人找你 最后 要不是我们及时报警 现在也不知道你在派出所 我要是再晚来一点 你们呢 就关进看守所了 欧叔叔 你也别太生气 若南她不是故意的 是那三个男的有错在线 这得亏若南能打 这要换成别的女孩 估计早被那啥了 大家这种事啊 我也是知道了原由 我也不会怎么说你的 可你也不能跟警察说 你没有家人 好 你要永远记住 你姓欧 你有家人 我们这一大家子 都是你的金石后盾 无论到什么时候 都不会不管你的 你明白吗 现在可以告诉爸爸 究竟是为什么了吧 没什么事 就是打了一架 除了这事呢 就只是打架而已 踏实连了 好 妈 欧阳 我爸叫伞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好久不见了吧 来 大 思雨啊 这是你刘叔叔 和你爸爸啊 是多年的好朋友 你刘叔叔的公司啊 主要是做商业地产 这次注资你们欧市 你刘叔叔也有份啊 谢谢刘叔叔 谢谢刘叔叔 我和你爸是老朋友了 你看他们俩 这两个孩子多般配啊 欧阳还年轻 以后可得仰仗刘叔叔 多多关照啊 是啊 希望我不会让你射 对啊 你爸呢 应该快到了 好 那你们去忙吧 咱们要去哪儿啊爸 今天你哥哥订婚 我们直接到订婚现场 还有谁啊 还有谁要去啊 欧阳的朋友 我的朋友 还有许家的朋友 都会来现场的 那我还是别去了吧 就在前面停车吧 我还是别去哪儿啊 我的车 停在了酒吧门口 我可以自己开车回家 若楠楠 今天你哥哥订婚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做妹妹 你要不参加不合适吧 我不喜欢那种场合 我也没有合适的衣服 我也没有合适的衣服 小蕊啊 把衣服都给你挑好了 带到现场了 爸 我真的不想去 是不是那儿 有你不想见的人呢 如果爸爸没猜错的话 你喜欢的人是黎东 上一回你跟我提起他 我就发现了 爱情这个东西啊 是勉强不来的 勉强得来的 最终痛苦的还是你自己 所以啊 不妨啊洒脱点了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了 大大方方的 给他祝福 如果我要是你啊 我今天呢 就穿得漂漂亮亮的 闪亮登场 多给自己一些机会 优秀的男人还有很多 我相信我的女儿将来 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归宿的 啊 尊敬的各位来宾 良辰行乐事 吉日节良缘 在今天这个喜庆而又美好的日子里 我们欢聚一堂 为欧阳先生和徐思雨小姐 举行订婚仪式 首先 请允许我代表欧阳先生和徐思雨小姐的家人们 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坐上台了 同时对欧阳先生和徐思雨小姐喜结良缘 表示真心的祝福 和你好 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欧阳先生和徐思雨小姐上台 什么 让我们上台了 我爸在来的路上出了车祸 对不起 我得先走了 妈 姐 爸出车祸了 正在抢救 快走 他怎么知道这个楼摇讯完 千穴 принципе 哪ulse 哪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妈 妈 为什么看见他们俩我还是会难受呢 妈 你快点醒过来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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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来了 咱们不是说好了在机场见吗 她怕你反悔 我不会反悔的 那我可就在这儿踏踏实实地等你们俩从国外回来喽 求你话多 你们先聊着 我去看看这儿安排好了没有 去你的吧 妈 你没事吧 我可看得出来你刚哭过 你放心 欧阳订婚我跟我哥都没去 坚决不去 我不是因为她 我就是 有点担心我爸 你也别太担心了 有我哥在 他一定会想办法把林叔的病治好的 好呢 你开心点啊 抱抱 谢谢你啊 葳葳 你就放心吧 你就放心吧 怎么办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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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名年轻的男性患者病无大碍 她就是骨折和刹伤 那名女性患者 腹腔被异物穿透 导致胆囊破裂 和部分肝脏受损 我们已经为她占除了胆囊 目前术后情况还算不定 那另一个呢 她情况不太乐观 你们要先去准备啊 患者已经出现肉眼可看见的尿血情况 生肾炎症受损 目前我们只能为她用机器尽力维持 医生 麻烦你救救她 医生 你得救救我吧 患者由于肾部损伤过重 已经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肾移植 现在我这边能给出的建议 就是到全国范围内 去寻找可以匹配的肾源 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周期问题 患者目前已经中度的肾衰 仅靠器械和药物维持的话 会比较危险 所以如果亲缘之间 可以提供肾源的话 是最好不过的 用我的膳 我是她的儿子 我的肯定匹配 好 你带她去医生去 走 小吴 你在这儿守着 好 没问题 很小 对 отд重运 优优独播 非常好 儿子 妈也希望 你爸这次能平安无事 可是 可是你得考虑清楚 就算你爸能用你的肾 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妈 就算我爸能多活一天 我也必须要尝试一下 医生 怎么样 对不起 不匹配 首先从血型上讲 O型的患者只能接受O型的供地 你是A型 可不可以试试我呢 你是O型 我是B型 从血型上看已经不匹配了 那杜若南是什么血型 他是O型 但是他刚接受完手术 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做肾脏移植手术 术后至少恢复两到三周才可以 可是这边 已经等不了那么久了 他可怎么办呀 还有一个人可以 谁 李妹雅 好 咱们快点开 没准还能追上他们 你刚刚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就不想再让任何人 和任何事情干扰到我 你刚刚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思雨 你在车里等我 不许接 刚才没啥就没接 有什么话等你们从美国回来了再说 万一有什么事呢 能有什么事啊 喂 喂 喂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听我说 我爸出车祸了 两个山严重受损 现在只能做生意之乱 我的严格不匹配 现在唯有林美娅才能救她 你们先别进去 等我一下好吗 我想找林美娅 我有话跟她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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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美娅 走之前你先见个人 见了之后你再决定是走 还是不走 哥 什么情况啊 是吧 美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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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和若南出了车祸 若南摘除了胆囊 现在已经没事了 但是爸的两个肾脏严重受损 医生说 现在的情况 必须尽快进行肾移植手术 我本打算捐出我的肾 但是我跟她的匹配没有成功 若南刚做完手术 还没有恢复元气 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只能来找你 我知道 在你心里 你不愿意承认她是你的爸爸 我知道 你不愿意跟欧家有任何的瓜葛 我也知道 你这次 是要带林叔去美国看兵的 你这次是要带林叔去美国看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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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是要带林叔去美国看兵的